当地时间14号 在英国的一场当代艺术展上 发生了一起盗窃案 一个18K金的马桶被盗 目前警方已经对此事展开了调查 来看相关报道 这起盗窃案发生在英国前首相 丘吉尔的故居牛津郡布莱尼姆公 当时这里正在举办一场当代艺术展 而被盗的金马桶 是艺术展上的明星展品之一 据估计它的价值超过100万英镑 约合人民币884万元 这个18K金马桶 是美国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的收藏品 出自意大利当代艺术家 莫瑞吉奥·卡特兰之首 马桶被取名美国 有意讽刺美国过度的物质繁荣和贪婪本性 在展览期间 这个金马桶接通上下水 可以供游客实际使用 主办方预计可能会有近6000人 在展览期间参观或使用金马桶 谁知艺术展刚刚进入第三天 这个金马桶就被盗 当地警方透露 初步调查显示 窃贼应该是开着至少两辆汽车 闯入布莱尼姆宫 并在当地时间14号凌晨5点之前 将金马桶拆下偷走 现场一片狼藉 并发生严重漫水 目前警方已逮捕一名66岁的嫌疑人 但是被盗的金马桶仍然下落不明 一直追尽 我先去保留 应该是解决了 让我们将冲等于 空虫内偿 像冲等于 空虫内偿 空虫内偿 林诞